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不对 为什么会辞职 听说他要辞职后加密数字货币行业 到底从什么角度来进入 有的人说会从矿业来进入 这都是未解之谜 不过美国的加密货币市场 其实就是看这三个人 杰、扎马、杰克多西、扎克伯格、马斯克 说来讽刺的是 你看虽然说杰克多西是推特的CEO 可是在推特上面蹦跋的最欢 指数最高 脚的风云变换的 就是扎克伯格和马斯克 不过这两个人结缘加密货币 可还是杰克多西去安利的 那这一次辞职之后 到底杰克多西会意欲何为呢 他会带领新的企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是不是由大家预想的要从挖矿开始 不一定 撂挑子推特的第二天 杰克多西转发了Square的推文 推文中的内容彻底代表了 这位Square的掌舵人在离开推特之后 投身加密行业跨出的第一步 除了将Square改名为Block Square Crypto也将更名为Spiral 但Block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代码仍然是SQ 并且Square公司旗下的应用钱包Cash App 也正式兼容比特币的Taperoot升级 客户端用户已经可以将比特币发送到支持Taperoot的钱包 翻翻杰克多西效力推特的履历 2018年推特宣布将禁止其平台上出现数字加密货币的广告 杰克多西当时就发表推特表示推特从根上已经烂了 2019年他带领推特创净利润14.7亿美元 2021年1月推特解封了特朗普的账号 从此推特也从特朗普时代进入了马斯克时代 3月份杰克多西以290万美元的高价拍卖了自己的第一条推特 然后相较于扎克伯格的面无表情和低眉顺眼 杰克多西戴着鼻环续着大胡子出现在美国的联邦会议的听证戏上 一边开会一边发推特 还用语言激怒议员 你的公司提供的说明是依然亚egan 服饮与人 可 you identify which Democrat representatives and accounts weren't properly showing up? We typically don't identify those as a matter of protecting their privacy, and they haven't communicated that, but we can certainly follow up with your staff. All right. Can you identify how many? Again, we will follow up with your staff on that. Can you personally vouch that that statement is a true statement? Yes. That there are Democrat politicians who when you did the auto search, they didn't show up? Yes. It was over 600,000 accounts. Matter也是原来的Facebook周三宣布, 决定撤销长期以来阻止大多数加密货币公司在其服务上投放广告的政策, 将允许在Matter和Instagram上投放更多关于加密货币和区块链的广告。 该公司正在将其接受的监管许可证数量 从3个增加到27个。 Yes, I'm very optimistic about Crypto and Web3 in that whole general direction. I think it's still quite early compared to what it's going to be in its full potential. 在更新之前,只有一小部分加密公司能够在Facebook上投放广告。 根据更新后的政策,以下加密产品和服务,现在就可以获得书面许可,然后在Matter上投放广告。 包括加密货币交易所和交易平台,加密货币借贷服务,加密货币钱包,以及加密货币挖矿基础设施。 此外,可以无需经过事先书面许可,宣传与区块链技术,加密新闻,教育,支付方式和商品相关的产品和服务。 这些变化也会影响到该公司拥有的Instagram。 原宇宙是封口,web3.0才是基石,百味啤酒谋局NFT,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好,欢迎回来,如果你进到过推特的一些加密社区或者说电子游戏论坛,进到过Facebook的原宇宙社区的话,你可能会听到大多数人都在讨论web3或者说web3.0,什么是web3.0,你可能先要搞明白什么是1,什么是2,什么是3,对吧?web1就是最早的互联网,一些信息的罗列。 web2.0就是多了一些社交的功能,你可以互动了,你可以发帖和所有人来传达你想传达的信息。web3.0其实就是一个分布式的系统,分布式的存储,分布式的计算。 Gweb3.0它的支撑架构是什么呢?像DeFi,GameFi,还有SocialFi,包括我们现在最火的NFT,其实都是web3.0的基础,也是元宇宙的基础。 正如您所见,互联网其实正在被重构。 加密货币投资公司Grayscale灰度在11月份的报告中表示,元宇宙仍在兴起阶段,但许多关键的组成部分已经开始成型,并正在彻底的改变从电子商务到媒体和娱乐行业,甚至房地产行业的一切。 在如今的Facebook的开发者大会上,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阐述了他对web3.0和元宇宙的愿景,他甚至将Facebook改名为Matter,这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Privacy and safety need to be built into the Metaverse from day one. You'll get to decide when you want to be with other people, when you want to block someone from appearing in your space, or when you want to take a break and teleport to a private bubble to be alone. You're going to be able to bring things from the physical world into the Metaverse, almost any type of media that can be represented digitally, photos, videos, art, music, movies, books, games, you name it. 关于web3,知名博主Key Chong Chong提出,互联网的下一次主要迭代是允许用户从主导互联网的中心化公司手中夺权。 而关于区块链要如何在web3的浪潮中发挥作用,波卡的青版白皮书在前沿部分对于互联网巨头们的控诉,能够清晰地展现出互联网在此变革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当下互联网最大的痛点当然就是隐私的这种保护,对吧。 你贡献了大量的互联网数据,养活了很多互联网的巨头,可是反过来你还要看互联网巨头们的脸色,你用了我的数据掏了我的底,最后还能说疯我就疯我,我还得养你鼻息,哪有这种事情。 所以基于web3.0的技术,我们完全可以建立一个全新的生态系统。 在这个系统当中呢,我们不需要再看第三方的脸色,第三方不能够再凌驾于个人主权之上,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世界。 所以我们真的很期望web3.0早点能来,区块链技术能够日渐走向应用。 近日,世界知名P9品牌百威用了30个以太坊购入了一个名为BR.eth的NES域名。 另外拥有22.5万家粉丝的百威官方,还将推特头像换成了在OpenSea上用了8个以太坊价格购入的NFT作品,Tom Sachs Rocket Factory,并发表推特表示,我们准备好了。 这是不是意味着百威要在NFT领域大展拳脚了呢? 其实百威已经落后了,像这个视力价,还有汉堡王,银河,早就已经领先百威了。 而且是豪华配置加大厂入局,这都是标配。 其实百威也没有落后,人家布局也挺早的,只不过是唐兰捕蝉,黄雀在后的那只黄雀。 早在2018年,百威就参与了一项区块链实验。 在这一次实验中,百威公司利用区块链解决方案进行了多次运输,结果显示区块链能够降低运输成本。 2019年,百威还加入了IBM的新的区块链项目。 去年起,开始实验区块链在全球航运供给链中的应用。 直至今年,百威啤酒与NFT媒体商店Vina NFT也达成了长期的合作关系, 利用NFT将门票和商品转化为NFT,提供在体育娱乐和音乐的新体验。 其实区块链特别是NFT和酒业是可以好好结合的。 比如说,如何证明一瓶酒是正品的,是真正的白酒,或者证明它是老酒,发个NFT,其实一切问题都解决。 你看百威还是偏娱乐化,年轻化的酒业,已经开始制造区块链技术,或者说用NFT来装点自己的门面了。 我们国家的这些白酒品牌,你们什么时候能够年轻化一点呢? 大公司虽然慢,可是你也得有动作推进才对,是不是? 好了,看一下今天还有什么区块链的重要新闻。 12月2号,网易云音乐在香港交易所挂牌上市。 网易云音乐创办了全球首个元宇宙上市仪式。 丁磊本人,29岁和50岁的AI虚拟人丁磊一起敲响了上市罗。 今年12月31日前,火币,币安,抹茶,Bitget,Qcoin,以及矿池,鱼池,火星云矿等和加密资产相关的平台将清退出大陆市场。 根据文件显示,VNAC正在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申请推出数字采矿的ETF,计划投资加密货币挖矿公司。 Coinbase和FTX的公司高管将出席主题为数字资产和金融未来的听众会,目的是了解美国金融创新的挑战和好处。 公链Polygon日活用户超过30万人,达到了以太坊的64%,同时最近一周Polygon链上资金净流入超过2亿美元,环比增长超过120%。 公链Polygon日活动